現在要全力拼疫苗接種覆蓋率 也讓許多醫護人員 除了原本就有的業務 還要額外支援疫苗戰 是累得苦不堪言 北市聯合醫院就有醫師控訴 院內的人力不足 今天也不足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僅回應說 打疫苗是一屆的整體工作 需要全體人員互相配合 隨著疫苗陸續到貨 十月份國內首度出現五款疫苗 同時開打 包括AZ BNT 莫德納 高端 以及公費流感疫苗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有醫師收到支援 花博疫苗戰的頒表 頒表中把前一天晚上八點才下班的醫師 又排進了隔天一大早支援打疫苗 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或是專科護理師加班支援疫苗的失大 醫師和護理師原本的醫療業務一點都沒有減少 如今大量一線人員支援疫苗陣為了填補醫院 空缺人力 這些醫護人又被排進了假日或夜班 甚至院方更強制動員醫護 加開夜間疫苗陣 如此惡性循環 有醫師說就像是在做功德 是不是醫院跟政府單位也覺得便宜的人力好用 就一直去榨取他的勞力 其實沒有去做一個全盤的思考 預計11月開始花博整個會有聯合醫院 來採取外包人力契約來支援 及內部人力的調整 希望能夠完成台北市花博疫苗失導的任務 因為畢竟花博佔了台北市 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失大量 工會控訴 衛生局招募退休醫師支援疫苗 施打 每班費用是五千到六千五百元 相較之下 北市聯醫醫師酬勞每班三千元 招募護理師每班兩千五百元到三千兩百五十元 北市聯醫護理師和住院醫師卻僅有四百元 而且至今都還沒有發放 對於聯醫和公立醫院人力調度問題 指揮官陳時中僅回應 打疫苗是醫界整體工作 需要全體人員互相配合 滿足民眾接種需求 記者朱鋒柱提稱綜合報導 透明文章推薦